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常常要依靠算命 补卦来帮我们做决定 那么对于风水呢 很多人更是不敢不相信 那么究竟佛法怎么样来看算命 补卦和风水呢 我们现在来请教圣言法师 法师啊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就说好像我们现在对宇宙的奥秘 知道的越来越多了 可是呢我们对未来好像越来越没有把握 所以现代人好像蛮迷信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对宇宙的奥秘 知道的越来越多是假象 不是真的 科学说能够分析 说能够观察 探测到的 这个所知的 所能的 实在是太有限了 从时间上来讲 从空间上来讲 都是非常有限的 非常浮面的 所以很多的问题 科学不能解决 也不能解答 那只有求自己迷信 可是有一些事情根本不能叫做完全是迷信的 就是那算命来讲 算命本身呢 有他的道理的 并不完全是无济之谈 他是有他的一定的规则和他的原理 以及他是从经验来产生的一种理论 所以算命的这些行业 自古以来就是存在的 对啊 一直存在 不管是在中国 在印度 乃至于在埃及 一直在现在的西方 都有的 要否定他也没办法 但是呢 说是算命是不是那么的 正确 或者是啊 那么的可靠 这是也有问题 因为 命能够说是啊 配合他的 出生的 这个时间 或出生的地方 有关系 在那个大致上啊 可能 有一些 正确的 这是过去人的啊 这个经验啊 经验谈啊 那这样我们人 对于另外 这个世界看的 比较多了的时候 他也是一样啊 可以 能够一看一下 哦 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 那个事情应该怎么做 这是经验谈 所以算命 有他的道理的啊 但是 是不是 绝对正确 我讲了 是有问题 对 因为人呢 是 跟我们这个心有关系啊 如果说是 在 心 不转变的话 那大概那个命啊 就是定了的 如果心观念呢 转变一下 他的方针 方向就转了 那这个前途 就马上改变了 就是流氨化命 这个 三雄水晶 又会遇到流氨化命 一定是心里的转变 如果心的观念的 方向的不转变了 那他这个命 就是确定了的 那佛教是怎么样 来看算命和风水 这件事情的 我们到底对算命和风水 应该抱持怎么样的态度 比较正确 左佛教徒来讲 我们不反对 不否定 算命看风水 对他的作用 可以做参考 但是呢 不一定的 不可 不一定是可靠的 否则的就变成明星 否则的就会啊 让我们就自己困扰自己 任何一样事 都要看一看 今天的时间 排一排 八字 或者是不刮一下 或者是请一个弟弟 是来看一下 那有问题了 那自己生活就很困扰 所以佛教徒来讲的话 心只要摆得很平正 很正直 心是有慈悲的 或者是呢 用智慧的 用客观的 心态来处理啊 人和事啊 那就不需要担心着 是不是命好 命不好 或者是风水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今天坐的这个位置 向白 向南 向桌 向右 究竟哪个位置好呢 不需要问地理师啊 不需要看风水啊 我觉得我自己就都坐了蛮稳 舒服就好啊 但是 所谓风水的这个意思啊 就风含水啊 一个人如果没有风 没有水 就等于没有空气 那等于啊没有水喝 那人也会死 自我也不能活 风水这个道理是 究竟是肯定是 有它的原因的 可是一定的迷心的风水的话 那是自己困扰自己 就给自己很多限制 对 那么您刚说 心是最重要的 如果心改的话 命运也会改啊 那么可是我们也听过一句话说 好像命运天注定啦 好像佛经里面也说 再劫难逃 听起来好像是 我们再努力也没有用 一切都是注定的 蛮绝望的 是不是这样子 这对了一半啊 如果我们的观念不改变 从生起来以后啊 没有给他教育 没有给他环境 没有给他机会 没有人给他劝导 那么这个人大概注定了 这个人呢 从生到死 他这个路一定 一定是注定了的啊 如果我们中间呢 加上有人帮他的忙 还有自己呢 能够啊 呃 努力追求 或者是呢 努力改变自己 那并不是想 追求自己啊 得到更发财 更有钱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自己的心呢 从恶的 而变成善的 从啊 一种啊 非常强硬的 而变成了调柔的 从啊 这个锋芒毕露的 而变成有含恙的 如果这个人对性格也变了 观念也变了 他这个命运一定会变的 一般人常常说的那种改运啊 很多有的时候一些神坛啦 或者一些人会说 哎呀 你给我多少钱 我来帮你改运啊 我们在报上也常常看了 或者说 你你办什么样的法事 我帮你改运 那么佛教里面 对改运的看法是怎么样 改运也是跟自己的这个心 也有关系的 完全靠 说用咒来改运 或者是用法术来改运 能够帮到一些忙 并不是就对的 但是 帮人家改运的人 一定会劝 这个人呢 所以你一定要去做一些好事 修桥 补路 做善事 与人为善 与人为乐 你自己一定要做好事哦 我帮你帮帮你改运了 这个就是 一方面他是劝他改 他自己改 一方面呢 用他的这个 用他的什么俗啊 可以帮到一点吗 但是我讲的俗跟神通类似的 俗能够帮你一时 他不能够帮你就对的 一时间给你 借个位置给你 但是呢 你如果不努力的话 你很快就会到原来的位置去 谢谢法师的开始 谢谢